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熊猫放映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反恐片 24小时第二季的第二十二集 上集说到,副总统召集内阁成员 行使了第二十五条修正案 投票将大卫提出 副总统接替了总统的位置 托尼问莱恩,大卫是不是取消了拘尺行动 莱恩告诉他,白宫很有可能会重启反击计划 今天联系上了杰克 他正在回卡拉的家中,取回自己的东西 米歇尔告诉杰克,芯片被损坏 他们没能恢复录音 但查到了伪造录音证据的人 叫伊修,随后杰克来到伊修住的地方 在寻找时,大卫的前妻也来到了此处 回关上集让我们进入本集的剧情 本集故事发生在凌晨五点至六点期间 徐丽找到一圈后,发现伊修并不在这里 他让保镖去车库里看一看伊修的车还在不在 另一边,副总统正在商量如何进行反击 麦克来找到大卫 让他将核武器打击的密码交出来 大卫问他,副总统要将自己关到什么时候 麦克说,几个小时后,副总统会宣布 美国对核弹袭击的回应 以及他就任总统的消息 之后就会放他出去 随后大卫拿出卡片,将密码交了出去 反恐局里,莱恩让所有人一起开会 随后,他将内阁行使的第25条修正案的事情 告诉了大家 大卫被弹劾退位,副总统接替了他的位置 托尼问为什么 并说大卫被弹劾就是因为他不想进行反击 所以更应该支持杰克去寻找证据 莱恩表示,杰克已经叫停了两次行动 但毫无收获 分局的人命令自己不能再派人支持杰克 并称赞反恐局所有人 对今天阻止核弹爆炸所做出的贡献 但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组 他们确认了录音证据的真实性 同时也让托尼不要再管杰克 说完便散会离开了 雪莉的保镖回来后 告诉他,依修的车不见了 雪莉表示屋内也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金利斯让人带走了东西 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杰克打晕了保镖并控制住了雪莉 随后他将保镖靠起来 问雪莉来这里找依修干什么 雪莉说自己是来帮大卫的 大卫让他调查 看能不能查出谁做了炸弹 杰克表示自己不相信他 并开枪威胁他让他说实话 随后,雪莉说依修是一个音频设计师 而金利斯让他制作了一份 可能会引发战争的录音 金利斯控制了中东的石油 伪造录音就是为了让美国与中东开战 这样就可以让他的资产翻倍 此时,杰克发现刚才打穿的墙壁后 有人已经闪过 他让雪莉坐下,开枪威胁误明的人出来 随后,躲在里面的依修出来后问雪莉 他之前说过要帮自己 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威胁他 雪莉让他什么都别说 杰克是反恐局的探员 杰克让雪莉闭嘴 将依修带到了一边 问是不是他伪造了录音证据 依修表示自己只想跟雪莉谈 他知道雪莉是总统的前妻 认识很多政府人员 可以帮自己 随后杰克要来钥匙 将依修锁在屋内 问雪莉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雪莉说 之前他与金利斯有合作 而金利斯雇用依修 录下了能证明自己有罪的谈话内容 他来这里就是要取回录音 杰克问他为什么要跟金利斯合作 并准备打电话联系反恐局逮捕他 雪莉让他挂断电话 说他是唯一能让依修合作的人 只要他不起诉自己 自己就告诉他为什么与金利斯合作 杰克挂断电话后 雪莉说他想搞垮大卫 因为他为大卫付出了很多年 让他当上总统 但大卫却背叛了他 他来这里只是想自保 随后杰克打开门 让依修出来和雪莉谈 另一边 大卫问小亚 他是不是认为自己也不能胜任总统一职 小亚表示自己不能和他谈论这件事 大卫让他坐下 随后告诉了他事情经过 并表示自己相信杰克 如果不是他 洛杉矶现在可能已经发生了核弹爆炸 大卫想让小亚帮自己 他需要一部卫星电话 问杰克现在有没有找到证据 并表示 自己记得他的儿子是个海军 他应该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因为伪造的证据而上战场 翻顾局里 密歇尔找到凯莉 让他把这些文件录入数据库 凯莉表示这是他的工作 为什么要自己来做 托尼来询问情况 随后密歇尔说 分局的人要让他做联络员 接下来两个小时都要打电话 凯莉离开后找到莱恩 说托尼私下给密歇尔安排了其他工作 他们可能还在尝试帮助杰克 此时 托尼接到了杰克的电话 问他总统是否还在拖延反击 托尼告诉他 大卫现在已经被革职了 内阁行使了第二十五条修正案 副总统接起了他的位置 杰克让托尼派直升机来接自己 他找到了伊修 已经确定就是他伪造了录音证据 自己现在正在劝他出庭作证 此时的雪莉正在对伊修说 自己已经和政府谈好了关于他的豁免权 只要他按照之前商量的去做 一切都会没事的 伊修问他 那杰克怎么办 雪莉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会处理杰克的问题 随后雪莉来找了杰克 说伊修会跟他出庭作证 现在他需要准备一下 另一边 托尼找到莱恩 说杰克联系了他 他已经找到伪造录音证据的人 需要派直升机去接他 莱恩表示他已经受够了杰克 并告诉托尼 自己已经将他调离反恐局 让他现在收拾东西回家等待消息 此时伊修准备了电脑 他要做一段一模一样的录音证据 并将制作过程给他们 这样就能证明那段录音是假的 随后他问杰克 这样做后 自己是不是就不会被起诉了 杰克看了一眼学历 说是的 伊修感觉杰克突然对他变得客气了 问杰克是不是和雪莉达成了什么协议 要出卖自己 并表示自己想找律师 杰克告诉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轰炸机已经在飞去中东 让他抓紧时间制作录音 他问杰克雪莉是不是要害他 否则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杰克努力地劝说伊修 可能是雪莉认为他无辜吧 反恐局里 托尼正在收拾东西 这时 大卫打来了电话 他说自己要和杰克通话 问托尼是否能联系上他 随后托尼接通了杰克的电话 大卫告诉杰克 自己被罢免了 问他录音证据的调查进展如何 杰克说他已经确定了 录音证据是伪造的 合成录音的人现在就在他的手上 一会儿自己都会把他带回去 转交给国防部 随后杰克告诉大卫 他的前妻雪莉也在这里 大卫让杰克千万不要相信他 随后大卫和雪莉通话 问他在那里干什么 雪莉说自己想要帮他 他已经找到了真相 那份录音证据是伪造的 大卫让他不要干扰杰克 杰克接回电话后 大卫让他尽快将那个人带回来作证 大卫挂干电话后 杰克让托尼赶快派飞机来接自己 随后托尼对米歇尔说 现在自己需要他的帮助 另一边 金来到了卡拉的家中 警察让他进去 自己在车里等他 进去后 金回到自己房间收拾东西 而此时正在被警方通缉的家里 来到了附近 看到了远处正在等待的警察 迈克来找了大卫 让他交出微信电话 大卫将电话给了他 迈克让人代付了小鸭 大卫表示 是自己逼小鸭拿来电话的 而迈克说 自己了解他 他从来不会逼任何人 小鸭被带走后 换了一个人来看守大卫 此时金正在收拾衣服 家里回到了家中 拿走了藏在灯里的毒品 并收拾了其他东西 金隐约听到房间内有声音 问是不是警察在屋内 但却没有人回应 出门查看也没有什么发现 随后便回到房间继续收拾 反恐局里 托尼让米歇尔开始行动 之后米歇尔打电话联系莱恩 说小丁找他 在二号审讯室 莱恩让他将电话转给自己 米歇尔表示 那个房间的电话线路是坏的 随后莱恩下楼 去二号审讯室 而米歇尔先踏一步过去了 莱恩打开门后 问米歇尔小丁在哪里 这时 藏在门后的托尼 强行将莱恩迷晕 他让米歇尔派直升机去接杰克 这边的问题自己来处理 另一边 雪莉说他做这一切 并不完全都是为了自己 如果总统的前妻跟核弹爆炸有关 对他的总统职位也会有影响 杰克告诉他 如他所愿 大约已经被罢免了 副总统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时 杰克接到了托尼的电话 飞机二十分钟后就能到达 杰克让他找来司法部长 雪莉有个协议要跟他谈 挂了电话后 雪莉问杰克 我有个协议要谈是什么意思 并表示 自己跟他说过了 没有他的同意 一休是不会开口的 而杰克表示 他不关心雪莉的事情 他的问题需要让他自己跟司法部长谈 另一边 金收拾好了东西 在窗边看到楼下警察的尸体 最后金慌忙的准备离开 出门后他撞见了家里 他捡起家里的枪 打电话联系了自己的父亲 金说家里也在这里 他杀了带自己来的警察 而自己刚刚把他打晕 问现在该怎么办 这时 家里醒了过来 杰克让他向家里开枪 随后金举起枪 开枪杀了家里 杰克怕出什么意外 又让金捕了一枪 确认家里已经死了之后 让他去楼下等着 自己会派人去接他 随后凯特接到了杰克的电话 希望他能和警察 一起去将自己的女儿 接回房屋局 凯特说 那个警察已经回家了 但表示他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去接近 在杰克打电话的同时 旁边的伊修小样离开 他认为雪莉并不是真心想帮他 雪莉劝说伊修 外面政府和金丽司的人 都在找他 现在只有自己可以帮他 杰克看到两人在说话 让雪莉不要干扰伊修工作 这时 伊修突然捅了雪莉一刀 转身就跑 而倒在地上的雪莉 让杰克救自己 杰克犹豫了一下后 决定去追伊修 以上就是24小时第二季 第二十二集 杰克是否能追回伊修 带他回到凡农局 突击私自派飞机去接杰克 会不会被发现 一切的发展有待下期揭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并关注熊默放听 我们下期再见